来 不是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你不留客 天留客 下雨了 我走不了了 再多来两天 机票你放心 马朱朱给我改期了 你可真行啊 田建国 连机票都会改了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怎么说话呢 我说你爸 我没说你不是我爸 你干过以前爸的事吗 你来北京干过什么正事吗 除了瞎搅和就是瞎搅和 我告诉你 北京不欢迎你 行了 我的姑奶奶 快快快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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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煲个鸡汤啊 你喝点汤 外面火 尝尝 味道怎么样 我多住两天也是为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喝呀 怎么样 味道 还行吧 我 选你啊 抽空和那马朱朱见个面吧 我没空 那要不这样 我领着她要去你单位见见你 你 你没事吧 爸 我有男朋友 你忘了 就内产吧 好 闺女 我跟你说过没有 有钱的有几个靠得住的呀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你错走一步就是往火坑里跳 火坑怎么了 我愿意 火坑还暖和呢 田田伍 你以前从来都不怀我的事 你最近怎么了 电视剧看多了 你怎么跟田田剧那大妈一样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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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没完没了的 你嫌我叨叨了 那行啊 你跟那马朱朱见个面 要不然我不走 你不走是吧 嗯 行 我走 晓妮啊 你这孩子 我 那我这鸡汤 我这 来 来了 来来啦 叔啊 晓妮啊 晓妮 晓妮啊 晓妮 哎 晓妮 晓妮 叔 你把他藏到哪去了 他不在这儿 你还跟我装算呀 他说要搬你这儿来 不是 叔你你散心放假 但请你慢慢说 你别跟我来虚的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 你们俩人的事 打算什么时候办 啊 你看 你从来就没对我闺女认真过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男人看男人 一看一个准 叔 晓妮她是个好姑娘 废话 我的闺女 我不知道是好姑娘 既然你知道这好姑娘 我警告你 离她远点 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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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在找你 他去找人啊 他跟你说什么了 为什么 就是担心你着急啊 那对不起啊 打扰你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跟不熟的人 当然就得客气一点 基本礼貌嘛 我哪得罪你了 上次吃饭 不是 那天我真的在忙 要不改天 不 就今天 没吃饭吧 我请你吃饭 说你好像喂一顿饭的人 那你为什么事啊 说呗 养 他养得多啊 佳佳琪 我本来刚刚是想给你打电话的 那为什么不打 因为我怕又是别人接的 你说高大勇 他是我 那么多年来的好哥们儿 公司里边是随心挂的 那我问你 是不是以后找你 都得让他在中间谈个话啊 不是 就是 你如果因为那件事情生气的话 我跟你道歉 你有什么话你就不去说 我还真有一件事 不知道怎么办 什么事 记不记得你上次帮我挡酒店喝汤 酒汤 就这儿 干嘛啊 我忘了 以为预约根本进不去 你确定他在这儿吗 我当然确定 刚刚他一特好的朋友 发朋友圈了 他们俩在里头练马呢 这孙子都躲我一个星期了 没预约怎么就去 真的进不去 那怎么办 我知道有个后门 但是 没有但是 带我去 你确定 嗯 好 不是 我什么叫后门 我 怎么没让你穿裙子呢嘛 嗯 姐姐 姐姐 等等我 这边这边 那是河淘吧 就这儿 哎 你是不是啊 哎 哎 嗯 这是我第一次进女厕所 真的啊 你这么容易把第一次给我了 你看 我就说是吧 何总 何总 见您一面真不容易啊 坐 何总马骑得真不错 难怪身材保持这么好 别绕弯子了 说正事吧 那我就直接说了 你是不是忘了呀 你已经跟我们签过合同了 我们衣服的料子和打板 都已经准备好了 很有效率 然后呢 可是您好像忘了付一付款了 您最近是不是公司的财务周转不开 没关系 我可以和我们白总说 他肯定会通融的 你是说我没有钱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您的实力大家都看得到 只不过您忙的可能都是大生意 对我们这种做衣服的事就不那么在意了 我就是来提醒您一下 田小姐 你别忘了我是个生意人 生意大小不重要 关键我不能赔钱 好吗 何总您太会开玩笑了 我们怎么可能会让您赔本呢 我跟你说我们给您选择的面料 还有设计师都是一流的 我说的不是这些 那我的精神损失了 上次在您家 咱们不是喝得挺好的吗 这合约也是您自己签的呀 上次你在我家 面子我可给足了 可我的面子呢 你也不是第一天在社会上混 规矩你是应该懂的 合同是合同 打款是打款 这个你总该明白吧 上次在您家我们该喝得挺 我来吧 别聊这些有的没的了 合总 熟悉干脆的 怎么才可以打款 是爷们就跟我来 给他找匹号码 不就是骑马吗 干嘛呀 干嘛呀 小心你穿成这样把马给吓着 还是我来吧 你留在这儿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这骑马可不是好玩的事 等会儿万一有什么闪失 你可不能怪我 你到底会回忆骑马 放心 以后有机会教你 我们坚持吗 会只会关 alcanz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涛 快救人啊 别 别 没事吧 没事 你闯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闯什么能啊 你不会起码你早说啊 小事 又怎么了 扭到脖子了吧 我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吧 何涛 你别在这儿说风凉话 真是故意的你 怎么那么好乱啊 我告诉你 他要是有个闪失 则是你来负 这不能怪我呀 我跟他说了吧 对不对 起码可不是好玩的 你非要成英雄 这怎么能赖我呢你说 你耍赖 我可没耍赖啊 公平竞争你看着了 好啊 再来 我们还是听 好好好 通过这两年接触我 我感觉到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 还真有钱买不来的东西 你可以 为了它 你什么都敢干 命都可以不要 好样子 我 服了 那款呢 明天让会计 这给你们打过去 顺便 多打一千块钱 就算 给你找个老中医 好吗 你妈 去医院吧 你这是颈椎过身性损伤 必须做牵引 马上做 不是不是不是 我手头还有好多事 做牵引太费时间了我 什么叫好多事啊 你脖子都已经这样了 还不做 想死啊你 小展啊 你酒病成医 心里应该有数 如果酒扛着不治 最后啊 瘫痪都有可能 这利弊轻重 你自己劝衡吧 不是 医生 你 你可别吓他 瘫痪不至于吧 他就是从马上摔下来而已 你不会下半辈子 都赖上我了吧 他呀 这是第二次损伤了 第二次 我我我我我 咱就聊这一次 行了 我坐吧 好 在哪儿呢 那就正我来 好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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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转 转 第一次烧烧在哪儿上呢 我怎么划那么多 为哪个姑娘啊 你又还有两个呀 一个一个一个够 好 你试试 行动啊 医生要你坐直了 好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你怎么跟武士一样 你也有今天 不行不行 我得拍照留念一下 你身子怎么那么长 你往下点 那有骨头怎么往下 你的身高全长身子上了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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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这脖套还真挺好看的 特别有那种欧洲贵族的那种 围脖的感觉 既复古又时尚 我可以用在下一季的灵感当中 我真复起来 对不起 我把你这残疾人给忘了 我发现 我的痛苦 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灵感 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你现在脖子弄成这样吧 我挺内疚的 我得负直接的责任 不是也怪你 你逞什么能呀 你明明不行 我说我伤我伤 你非说你可以 直接把我扒拉到后面 结果呢 摔了 怪我了 不怪你 怪何涛 何涛那人就不厚道 他就没有给你一匹好马 我跟你说 等一下 喂 方便方便 你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先等一下 1391100 好 那我一会儿回去 好 拜拜 你看你那脖子 还有这个功效 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一匹好马 对 何涛就不是一匹好马 他就没给你一匹好马 不过你放心 你这两天的饮食我都包了 除了早餐 午餐和晚餐你想吃什么 你尽管说 不用 我手脚都是能动的 我只是脖子有问题 我又不是残废 你都这样了 你还逞能呢 作为你歪脖子的负责人 我就得管到底 我跟你说也就是这次了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你赶紧想想你想吃什么 就告诉我啊 我今天晚上不行 我有点事 我先把电话记下来 你等我啊 喂 好香啊 当然香啊 我告诉你啊 这骨头汤啊 不是说包的时间越久就越好 你首先呢 得把骨头敲一些小缝 加些凉水 然后呢 最关键的是 要加一点点的醋 不是加醋 靠谱吗 当然靠谱了 然后你再用小火慢慢的熬 就好了 说老家 你最近怎么变身后小百科了 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 他挺会做饭的 所以就老教他 什么朋友啊 你管我什么朋友 我还没问你呢 你这个汤是给谁包的 你管我给谁包的 说算了 你再帮我问问你那朋友 这伤筋动骨 除了这骨头汤补 还有什么补啊 行 我给你问问 不过你这么用心 这个到底是包给谁的呀 我不告诉你 好 不告诉我就不告诉我 你不告诉我 一会儿这个方子来了 我也不告诉你 别别别别啊 那个 那谁 哪个谁啊 展望 展望 你们两个不是水火不容吗 你还给他包汤啊 不是 之前他是挺讨人厌的 不过最近我发现 这个人虽然轴巴 但是还挺可爱的 关键人家为我受的伤 看来还挺有感觉的嘛 感觉能当饭吃啊 我是靠我的评分系统 行行行 方子来了 是什么呀 猪脊骨一具 洗净红枣一百二十克 莲子九十克 酱香生干草喝九克 加水小火烧烂 再加姜盐调味 分多次喝就能好 记住了吗 你说呢 这么尝谁记得住啊 你快发给我 行 发给你 有了这几个汤 我不是男子喜欢 天晓妮 你这次不会是要主动出击了吧 我 怎么可能 我得看她怎么说 你给我站住 我的天晓妇 你也知道 我会发生了 你是不是 我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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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你 我带你 我带你 你带你 我带你 我带你 你带你 我带你 我跟你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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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起去 我跟你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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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起去 我是你马哥哥 我 我们是云南老乡啊 二十多年没见了 你完全变了呀 谁 比照片上还好看呢 他 他 这谁你认识吗 你还记不记得 小的时候 我们一起做区区 玩泥板 爬坏树 我还背过你 还叫过你小娘子呢 小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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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啊 明天见 拜拜 走了 小娘子 小妮 你 认错人了吧 小妮 你看 我跟你说呀 今天小马带我来了个 故地重游 我们去了故宫 景山 北海 石刹海 还去了厚海 厚海就是我跟你说 小时候游泳的地方 你是不是喝酒了 我就喝了一点 一点儿 浑身都是酒味 不是让你白天别喝酒吗 你白天喝什么酒啊 我今天特别高兴 小马带我上厚海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 在那儿游泳 也想起了你们小时候 这就是我跟你说 你那小马哥哥 你那时候管他叫 猪猪哥哥 想起来了吧 现在长这么大了 有出息了 大工程师 搞那个 挨打的 智商 搞智商的 工程师 软件编程工程师 上个月刚提到总工 叔叔您帮我拿一下 咪咪 这是我的名片 谢谢你今天陪我办 走吧 爸 天天 我今天还办了一件大事 小马带我 去看了看墓地 去哪儿啊 墓地也就是坟地 咱们家有亲戚在那儿吗 什么咱们家亲戚 那你带着钱呢吗 要钱干吗 买墓地的钱啊 那墓地太好了 我决定买 要先交那个五千定金 想把热心堂帮我垫上了 你赶紧把钱给人家 不着急 不着急 你你的钱和我的钱都一样 咱们都是一家人 谁跟你是一家人了 不是 我爸二 你也二 你带他看什么墓地去啊 刚来北京好好的 你怎么回事 你这个人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 怎么回事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 你拿着 这是他给你的礼物 我跟你讲 我就是想百年之后啊 落叶归根 早点回北京 我今天一去墓地 太好了 比我在云南住的那房子都好 行行行行 前有山后有水 两边的景 前有水后有山 那景色秀丽 将来你们想去看我 那就是春游踏青 还有几年啊 那儿就要通地铁了 真的 叔叔 您特别有眼光 我用统计数据 帮您做过统计 可细心了 谢谢 妮妮 这个是我根据近两年 北京各大墓地的 月均价做的数据图 你看啊 你看啊 这个时候出手划算 爸 我看您被人骗了 还帮人数钱呢 回家 不是 小妮 我送你们吧 叔叔墓地的合同 还在车上呢 我那合同丢了 别丢了我那合同啊 诶 总哥 都别动了 收摊 走人 咋了勇哥 让你们收拾就收拾 废什么话呀 又哪个姑娘惹你生气了 爸 你这又怎么了 没事 姐姐没事啊 我干啥怎么办啊 别碰啊 老尚 我真没事 有什么事啊 等一下 特别碰我 都没了 你这又你 你这怎么能择 我干啥吧 他有什么事啊 都没了 你对了 你对了 我哪儿知道啊 就不知道哪个王八蛋 说定就一定了 早不定 晚不定 偏这时候定 这不找茬吗 钱别钱 我这还有三十万 先定下来再说 谢谢 信我了啊 谢谢 可是你那点钱 给我干什么东西呢 你说你头些年玩车挣些钱 稍也稍稍不过 你不留点钱赢了 你这点钱稍微车厂 我也不忍心啊 是不是 你还不明白吗 这就不是钱的事 这就是人合结伙来 故意要替咱出局 懂吗 听什么听啊 干活去 你妈去 是吗 栽了就栽了 胳膊热热了 行吗 选妮 你要是觉着我住你那儿不方便 我就住你朱朱哥哥那儿去 他自己有一脸居实 是啊 我和叔叔在一起 可亲了 不用麻烦了 今天多谢你陪我爸爸 咱都是自己人 你还跟我小马哥客气个什么劲啊 不是我夸自个儿 我这人闪光点特别多 最大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猜猜看 猜猜看 猜不着是吧 就是热心肠 以后你要是跟我好了 我保证对你爸爸比对我自己亲爸 还要好十倍 不不不 二十倍 你听听 你听你小马哥多会说话呀 其实我这人有一优点 就是特别会理财 其实挣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让钱再生钱 所谓开源皆流 其实股票啊 基金啊 这些都是可以玩的 但是前提是 你一定要对这个大数据 有一个精确的把控 才能赚钱 说到理财呢 叔叔其实特别有理财通脑 咱们今天去看那个墓地 大产权50年 风水还特别好 叔叔您真的很有眼光的 是吗 你听听 小马哥多会精打细酸 找对象 就得找这样呢 你那姓展的是什么呀 是公子哥 就是他花钱 喝酒 争托 停车 蛤 蛤 蛤 小妮啊 小妮 是我说说什么呀 诶,那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小事 那和,你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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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你真是乖,但是我却就是了 这是责任的责任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猜,你却是负责的 你们德国不是最强的公平吗 是的,正确,但这就是中国 那我只请你帮我一个忙 让我们比完赛 再撤出,行吗 有家不能回的感觉 真的太不好了 我说这位小姐 你老爹不是一直都是这风格吗 您还没习惯呢 我是一直试图改变,但从未成功 说说吧 这次他给你介绍的什么款 我去,你别提 你看,你看,我寒毛都竖起来了 有这么夸张吗 不是,真的 你不知道我老爹的那个审美趣味 停留在五六十年代 你想想 不是 那 那他前一阵不是见过展望了吗 没看上啊 我跟你说,他就是因为见过展望了 你知道他嫌人家什么吗 什么呀 有钱 这也嫌 我跟你说 当年就是因为我妈嫁了一副伤 我告诉你,我怀疑他一直有心理阴影 人家都希望自己闺女过得好 就我办 那 那现在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 想办法轰走啊 不行 我告诉你啊 对待这个人 轰不管用,得哄 你要是哄不好 他很有可能成为你跟展望之间的定时炸弹 还真是 他最近都把我们俩弄蒙圈了 不是,你说这展望也奇怪 要平时跟我这么主动 别的男人早就欲罢不能了 就他 一点反应没有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他不会是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你又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不,感觉啊 那这么看起来 这个展望功力挺深啊 不行 我还得想想办法 这回也得出头 你怎么 protagon ze 是夺号 事情 我只不能从 还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书马虎 我是车身 我记得 那时候在时代广场上 港京拉力赛的收成一时 每一个赛车手他们回来 都像凯旋的英雄一样 听听话 从港京拉力赛的30年纽约 在港京拉力赛 这次是一个巨大战 我还有一个伴侣 我希望在乎 我们在你的战争和你 在战争的战争 我期待的 我期待在地上 我为你来打电话 我感到你来打电话 我必须说 我会想说 我认为你很严重 我认为你还要留意 我认为你真的不知道 放入冰箱 好 喂 马朱朱是吧 我是田晓妮 是这样的 我有个任务想交给你 不会做出人的 不 是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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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爸 回来了 您 这是 要走啊 来 晓妮 坐 小马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们开始约会了 她感觉不错呀 行 你们俩接上头了我也就放心了 小马给我买了火车票了 就是明天的 我自己走 你们不用送 立会 今天过年呀 你们俩都回去 干脆我和你马叔叔 把你们俩的事办 干嘛那么着急 什么叫着急呀 你们才见得一回面 没什么感觉 以后这约会多了 见面多了就有感觉了 你别老想着你那些什么标准 咱们就是一个小老百姓 能找着马朱朱这样的 就算是高攀了 我跟你说说你马叔家的情况 老马呀 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啊 住着那个大死局 马朱朱自己有两句识 那辆车你也看见了 不是豪车 可那也是汽车呀 在北京它就算是有房有车足 将来你们成的家呀 愿意跟他们老人住在一起也好 有了孩子 他们还可以帮着带着 这多伤心啊 行了 爸 行 您不认同我那些标准也就算了 可我在北京辛辛苦苦奋斗这么多年 事业上还没有成就呢 您就让我这么不明不白地 把自己给嫁了 行了 作曲 李宗盛 忽然触碰你的眼睛 只听到心跳在激动 却装作不在乎 像云淡风又轻 时光飞逝每一分钟 都盼望看到你笑容 需要多少期待才能重逢 如果一个人爱勇敢爱 怎么会你向爱却分开 为我一转身才发现所有的错 都不该 如果勇敢的爱勇敢爱 怎么会留下那么多伤害 勇敢的去爱 我为你停止最美的爱情 如果真爱只有时间能够证明 瞬间你永恒 我的梦想你永远会懂 多少年想往海过天空 你给我猜脱心跳和感动 在雨中我和你再次相拥 如果一个人爱勇敢爱 怎么会你一生爱却分开 为何一转身才发现所有的错 都不该 如果勇敢的爱勇敢爱 怎么会留下那么多伤害 勇敢的去爱 我为你停止最美的爱情 勇敢爱 勇敢爱 停止最美的爱情 勇敢爱 停止最美的爱情 最美的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